如果说肖雅山是娱乐圈的鲜肉收割机 那邓文迪明显比达还要高出一个段位 近日51岁的邓文迪又传出了新恋情 9月21号有知名专栏作家 晒出了邓文迪与朋友在路边喝咖啡的照片 外媒称 坐在邓文迪左边的男士是他的新男朋友 亚历克斯帝氏 亚历克斯是洛伊斯公司的副总裁 换言之邓文迪的新男友又是一名超级富豪 邓文迪的人生用传奇来形容也不为过 为了拿到美国绿卡 1990年邓文迪和年长30岁的男人结婚 直到婚姻维持继续两年 就因邓文迪已经别恋高中 邓文迪的第二任老公乌尔夫也是典型的高富帅 可惜他也没能留住邓文迪 邓文迪很快把目瞄锁在了比特大38岁的老板 莫多克身上 1999年 莫多克和妻子离婚17天后 就与邓文迪举行了婚礼 最后 邓文迪又搭上了英国前首相 布兰尔重两住到庄园 跟邓文迪优惠 莫多克因此和邓文迪离婚 离婚后 邓文迪很快练上了英国底级小提琴演奏家 扎里仙 扎里也是一个帅气冬金的小鲜肉 2016年3月 邓文迪被爆正在约会普京 惊呆了一片吃饭群众 2017年年初 邓文迪又晒出了比他小27岁的男模的合照 然而今年9月初 南方公开了拥抱新女友的照片 对边 邓文迪也交上了新男友 让人不得不甘拜下风 邓文迪的撩瀚往事 这边可以写成一本照课书了